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你平时日常使用女性护理液的同时 也准备一支男射护理液给她吧 5.避孕药物 少用避孕药中的雌激素 有促进霉菌侵袭的作用 如果反复发生霉菌性阴道炎 就尽量不要使用药物避孕 6.孕期保养 应重视认身时性激素水平 阴道内糖原和酸度都会增高 容易受霉菌侵袭 对孕妇而言 不宜使用口服药物 而应选择针对局部的预防和辅助治疗方案 7.合理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 可能一支部分有益菌群 霉菌就会成绩大量繁殖 因此 使用抗生素药甚至诱慎 一定放弃头疼 咳嗽 感冒就使用抗生素的习惯 8.使毒清洁使用 要自好清洗液 消毒卫生护电过于频繁 容易破坏阴道弱酸性环境 阴道的弱酸性环境 能保持阴道的自洁功能 日常的清洁保养中 应选用更适合女性清洗护理的 弱碱性女性护理液 9.内裤 单独清洗霉菌 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 可以在皮肤表面 胃肠道 指甲内等地方 大量繁殖 如果家人或自己患有足血 灰指甲等 就容易造成 霉菌交叉感染 因此 洗内衣时 一定做到单独清洗 最好用专用的内衣裤 除菌液浸泡几分钟 然后再清洗 10.穿衣 有讲究 平时应穿 棉坠内裤 外裤应穿 宽松透气的 不要穿紧身裤子 尤其夏天 湿气重 更容易滋生细菌 11.夫妻生活中 做到及时清洗 外阴性生活 开始前双方都因清洗 生殖器和外阴 性生活结束后 也应该及时清洗 因为此时血液循环加速 细菌滋生物 更容易通过阴道 进入子宫 看了以上的 妇科炎症的预防知识 你是不是对严正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欢迎大家下方评论留言讨论哦